欢迎各位益友全面进场 5月31日礼拜二的第四节 我们继续去跟进一下香港的最新情况 有两单消息要同大家分享的 第一单消息 选委届立法会议员陈凯恩建议 要扩大疫苗通行症的适用范围 他还举了个例子 说在繁忙时间的公共交通工具 已经是变回人贴人的情况 第二单消息 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天提到 说香港的疫苗接种率未及预期 因此香港还需要努力压制疫情 才能有望和内地通关 好了在讲下去之前 首先要呼吁各位益友 记得免费订阅我的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先去看看陈凯恩议员 今天提出了什么建议 无线新闻访问了他 他们说有立法会议员认为 应该扩大疫苗通行症的范围 他们还引述陈凯恩所说 说有些繁忙时间 在公共交通工具 真的变回人贴人的情况 应否将疫苗通行症扩大多些的范围 令到市民有多些原因去打第三针呢 这个就是陈凯恩所说的 所以他就是认同要扩大疫苗通行症的 但是他就说些不说些 就举了说公共交通工具 人贴人的情况出来 到底你这只陈凯恩是否认为 应该将这个疫苗通行症识 用在公共交通工具身上呢 你出来说吧 是不是呀 不要说别人的网媒作文 为什么呢 因为我就看到 有一个网媒 就叫做business focus 他们就弄了一张图出来的 就说陈凯恩枪加码惩罚 不准繁忙时间坐公共交通 其实按照TVB的新闻片 以及是陈凯恩所说的 喂 有些网民或者有些网媒 他是作一个这样的理解 是很合理而已 是不是呀 如果你陈凯恩认为 疫苗通行症的范围是要扩大的 那应该是扩大到哪里呢 你举些例子出来嘛 你就算在自己的Facebook平台 你都没有说到一些具体的地点在哪里 你只是说公共交通工具人贴人 那你是否要求把疫苗通行症 适用在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上呢 就是地铁、火车、巴士、电车、道轮 是不是这些地方全部都要数码 才可以进入 是还是不是 你就不要在Facebook那里 弄一篇贴文出来 就说要小心求证 避免误导 就说呢 他说阿欣当然就明白 有些朋友就不同意扩大疫苗通行症 但是即使立场不同 都不需要互相抹黑 假如是关心疫情 关心社会 我们更加是要保持理性 建基于事实来讨论 特别是新闻媒体相关的工作或者平台 要应该确保资讯发布的真确性 选人不利 几实属不治 你出来说吧 陈凯恩 你老美你是不是同意 要把疫苗通行症 适用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是还是不是 一句就行了 不要由抱枇杷半遮眠 如果你不认为 要把疫苗通行症 扩大到公共交通工具身上 你举这个例子 把乱呀? 你出来回答嘛 是不是? 说别人是什么? 误导 失实 我没有误导啊 是不是? 我现在问你而已 是还是不是? 要扩大这个通行症的范围 不是你举这个例子出来 干什么呢? 这些人是多鲠鱼的 一味就懂得叫别人避免误导 那你自己又说得不清不楚? 你以为这样说就可以进可攻退可守? 被人骂你的时候 你就可以缩回头了吗? 你这些人敢说不敢承认呢? 值得别人鄙视了 是不是? 你举这个例子出来拼什么呢? 是不是想试试水温呢? 有些盲无认同你 围着你那群蓝丝认同你 你就推啊 我第一个反对 这些措施是多了的 根本上在公共交通工具上 从司机到服务员到乘客 全部都已经戴上了口罩了 就已经将感染风险、传播风险 尽量降到最低了 你还想怎样呢? 一味就做了些无谓的建议 还要将疫苗通行症的范围扩大才对的 你是不是想把香港的经济揽炒为止呢? 经常批评有些攬炒派、黑暴 你这些建议就是令到经济会攬炒的了 都已经令到很多的市民在出行方面 造成了很大的不变了 现在这一刻 你推行第三阶段的疫苗通行症 已经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的了 你还想扩大这个范围 你扩大去哪里呢? 你出来说啊,陈海欣 如果你说其他的网媒是误导的 其实你不是想说公共交通工具的 那你想扩大去哪里呢? 你出来说啊 TVB说明的嘛 有立法会议员认为应该扩大疫苗通行症的范围 他就只是引述了你陈海欣的意见 如果你陈海欣认为 你不是说要扩大疫苗通行症范围的 你出来说啊 你说TVB误导啊 如果不是的 就是你认为要扩大这个范围 扩去哪里? 明明自己都有份举了个例子 就是说公共交通工具繁忙时间 变回人贴人的情况 还想抵赖 好了,接着我们看看另一单消息了 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 今天就结束了四日访经行程回香港 他下机之后呢 就见传媒总结了行程 他就说 向习近平和李克强汇报了香港的状况 包括经济、社会和疫情 李克强就要求香港做好疫情防控的工作 李家超说 留意到有声音希望 尽快通关 和放宽旅游限制 但是他就认为香港 仍然是面对着不少的困难 和挑战 才能够尋求和内地通关的 比如说 香港目前仍然是有感染的病例 疫苗接种率又未达预期 所以香港仍需努力压制疫情 才能够有望和内地通关 他说这一个就好笑了 他说香港仍有感染病例 实际上来说 大陆都一样是有感染病例 北京都还有 上海都还有 如果说香港有感染病例 所以就不通得 那是不是香港清零之后 就算大陆有感染病例 就都可以继续层头通关呢 如果是的话 两地就处于在一个不平等的状态了 大陆有没有病例 根本上对于香港和内地通关 就没关系的 大陆可以继续有病例都可以 香港硬是要动态清零 清到一个个案都没有为止 是不是这样呢 如果不是的 你说香港仍有感染病例 是什么意思呢 好了 第二个 他说疫苗接种率未达预期 那到底你的预期 预期的接种率上到多少才足够呢 而且你的预期是说第一针 第二针还是第三针 还是第四针呢 基于每一个市民 他打针的日期都是不同的 故此体内的抗体水平又有区别 而且市民打针的类别又分了两款 一款是復必泰 即是辉瑞 一款是科兴 那你想疫苗接种率上到多少才足够呢 你说要预期 预期多少啊 十乘十啊 即是打针一个都通不了啊 还是怎样呢 没有可能是十乘十的 九乘九 还是九乘八呢 从头到尾没有说一个实际具体的指标出来的 那怎样达标啊 怎样达到预期啊 市民怎样清楚啊 好了 他还说 香港仍然需要努力压制疫情才能够有望和内地通关 明明林请就说香港的第五波疫情已经受到了控制了 是回落的了 现在还要继续努力压制疫情 想压到哪里呢 是不是意味着 当李家超坐正的时候 香港迟早有一天就要做全民强检 并且配合封城的 这样才能够把所有的病例抽出来 然后送往方仓统一隔离 那就做到清零的状态咯 是不是这样才为之是叫做控制到的疫情呢 这样才能够和内地通关呢 好了 再一个问题就是 既然和内地通关的条件是这么难才能做到的 那为什么仍然要优先和内地通关 而不决定是直接和国际通关呢 你和国际通关基本上你宣布就可以了 不需要有什么条件的 因为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检疫措施 有些看你打齐两针就批准放行的了 有些国家直到现在又不需要你打针 又不需要你做任何的检测 照样放行 尤其是一些高度依赖旅游业的国家 那为什么不和国际通关呢 你硬是要和内地通关 那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 如果你告诉人是经济因素的 说服不了市民的 因为你选择和国际通关 那些外来的商务客、旅客 马上就可以入境了 那里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是一样有的 但是你说要优先和内地通关 现在是遥遥无期的 是定不到一个日子出来的 什么时候呢?是不是二十大举行完之后呢?还是怎样呢? 如果你继续告诉市民 这是经济因素来的 是说不通的 除非你直接承认这是政治因素挂税 那我就觉得是你讲真话了 如果你说不是政治挂税是其他原因的 麻烦详细解释出来 到底背后的思维是怎样呢? 另外有记者就问到李家超 习近平昨天接见他期间就提到 新选举制度对落实爱国者治港 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是符合一国两制和香港的发展需要 必须培加珍惜 长期坚持 记者就问了 喂 那是不是意味着在一段时间里面 香港都不会有普选呢? 李家超就没有正面回应 正是说长期坚持 就是长期坚持 未来特区政府都会坚持这个立场 那就是怎样呢? 长期坚持就是长期到何时呢? 连你自己都说不清 当然啦 香港在现在这一刻 再讨论什么普选、政改 我认为都是浪费时间的 因为大家都会知道 就算大陆真的给你普选 那个普选 就是人大831框架底下的普选 就是说呢 有广泛代表性的提名委员会 做了提名以后才到市民来去选 那至于那个提名委员会有多广泛代表性呢? 那就由大陆说了算了 这个就是831框架底下的 所谓的普选方案 那市民如果是接受的 一早在2014年就接受了 不用后来还在那里拗争 又有那么多的抗争行为出现了 所以再讨论这些东西都是无谓的了 我免得浪费时间在那里说了 反而我就想讲一下 关于这个日本旅行团的事 因为我知道有部分香港人在那里心动动动了 就想参加这些日本旅行团 但我再三提醒你 是有很大的危机 日本较早前放生了一批团客入境 其中一个参与实验旅行团的泰国旅客 就确诊了新冠 日本观光厅就随即终止了这个旅行团的观光活动 参与这个实验旅行团的泰国旅客 一行共有四人 在5月27号的时候 从东京抵达福岗 原定行程是五日四夜 游览福岗市和大婚院等地区 其中一人在5月30号开始 就出现了喉咙痛等不惜症状 后来他接受了抗原检测 即是自测 整齐这些名词出来 快测自测就可以了 有抗原 好了不要紧了 现在全世界只有香港 或是部分东亚国家 只是这麽测时间 还在那讨询那样 讨询那样有啥也有啥 继续浪时间 继续在这抱残手缺 没继续讲 估不到检测结果是呈阳性反应 确诊了新冠 目前就被转送到隔离处 另外同行的三名团友 虽然没有任何病征 进行了检测之后 结果也是呈阴性 但是基于密切接触者的身份 就被日本当局送往酒店隔离 余下的行程就被取消 就是为了压止病毒进一步的扩散 日本观光厅就说 开放观光团入境之后 势必会遇到团客中招 现在正好让地方的保健单位 进行演练 如何来应对 所以香港人就小心 不要中伏 既然日本的规定这么严格的时候 何必作战自己这么犯战 连助法 整团人总之适当一个中招 你的余下行程就去医院睡觉 公平吗? 是不是才给了钱呢? 不要管 这个就是日本的规定 你能去的话就要被迫接受 没得了 如果是这样 不如不要去吧 对不对? 所以我就提醒大家 不要浪费时间了 这些地方 就是根本上呢 你要去旅游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选择一个国家 它是完全没有任何这些 这样的狠狗措施的 包括入境的时候 不需要进行任何的检测 抵达到当地 又不需要呢 戴上口罩的 亦都不需要隔离的 这些国家最好嘛 是不是? 这样才是欢迎旅客 日本那些 你就任由它 到全面开放你才去吧 尤其是 根本上它就将旅客 分了等级的 那些所谓商务旅客 你看一下 是不是? 什么华基 徐浩盈 还有那个蓝思二世祖 跟林作打架 叫什么鬼的名字 我常常不记得 钟培生 那些人说去参加商务旅游 但是去到的时候 那样照样到处去 打卡 拍照 拍片 一样是玩乐的 那些又不需要那么麻烦 那么严苛 所以 不要基于自己 对于日本有很浓厚的感情 或者是兴趣 就走去烈恋贴上的冷屁股 自己拿来贱的 你有钱被人赚 不需要这样处于一个 这么不对等的位置 就让它开晒才去 要不然 你把炮一点 直接找一间日本公司 担保你去 让你做商务客 不需要守这些 愚蠢的规条 要不然 日本就不要去好过了 全世界很多个国家 一百八十几个 如果真的要去的 有很多人可以选择 不需要这样 我觉得香港人这几年都已经很惨了 还要受到这些限制 何苦啊 这一节先说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听 拜拜 拜拜 by bwd6